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六百二十三年 唐初 卢商杨子敬为智友李百耀 在千岛湖畔建立了香之山庄 吸引天下有识之士相聚此地 随唐时期 民风尚武 众多文武双全之士聚于香之山庄 平日诗词歌赋 贤史比武切磋 希望有朝一日为国效力 庇佑世人 他们逐渐扩展 形成了一个武林世家门派 雅兴贤歌 诗乐皆通 诗称长歌门 常歌门来讲的话 其实在建山来讲也算是一个老门派了 最早设定建山的时候 常歌门就已经存在 相对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儒雅的门派 当然在常歌门里面都是文人默客 也有这种在官场上退下来的一些忠诚良将 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李白 张九龄 很多很多的这些 就是玩家熟悉的高人吧 常歌门算是建王山里面来讲的话 与朝廷走得最近 但是又不属于朝廷 首先考虑的设定的时候就是它是文人雅士的这方面 辖职大者 为国为民 也就是所谓的为家国为民族这样的精神 这回常歌门我们做了很多实地的一个采风 最初我们到了一个发源地就是江浙和苏杭这一带 作为常歌门主要参考地之一的千岛湖 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湖泊 作为国家5A级景区 千岛湖早已闻名中外 而湖底那两座千年古城却显为人知 1959年 隐兴建新安江水电站 始于汉唐年间的诗城赫城 一夜间被淹没在闭泊之下 据记载 古诗城水路便利乃浙江重镇 城内多有名胜古迹 剑网三长歌门的部分场景设计 便参考了千岛湖和这座水下的千年古城 我们参考了一些当代的湖泊 还有一些特色的地形地貌 最后选定了借鉴现代的千岛湖的一个概念 作为长歌门的整个门派的所建之地 第一批模型制作好的物件拿过来之后 我看到是相对传统的一些园林元素 但是有了这些很传统的东西 怎么才能把这个东西突破出来 是要把千岛湖的那种大山大河的那种气质 和苏州园林这种小家必育的小园林相结合 那么就可以很好的把武侠的这种大气的这种精人 和长歌门的那种儒雅的这种文人气质相结合 苏州园林始于春秋时期 吸收了江南园林建筑精华 代表了中国私家园林最高艺术水平 苏州园林以意境见长 以自然为美 匠心独运 变化无穷 具有虚实相间的景观效果 游戏里的长歌门随处可见苏州园林印象 我们在设定长歌的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想给它赋予很多中国文化上的特色 如果是一个雅式 那我们需要一定要配剑 对吗 所以说因为剑来讲的话 有这个叫做兵器里面的君子之称 那所以说我觉得配剑非常合适 剑者 百兵之祖 乃中国古代兵器之一 素有兵中君子美称 自古王公帝侯 文人侠侍 莫不以持之为荣 开元盛世 精通音律与剑术的青莲剑李白加入长歌 长歌门人得传诗剑绝学 经过后人创造增补将剑术融入诗句书法的意境 以香织为名 以香织为名 故称为香织剑 龙泉宝剑 又名龙渊剑 乃中国古代名剑 亦是诚信高杰之剑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距今已有2600多年 历史悠久 驰名中外 如今更成为中华宝剑的代名词 2006年 龙泉宝剑铸造记忆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圣唐年间 长歌门人开始钻研以阴伤笛之术 他们将天地自然之道 与秦阴之术融合同学当中 以内力催发音律 秦阴剑合 难逢笛声 公元738年 青莲剑传人杨毅飞 接任长歌门主之位 凭借李太白所赠 折仙剑 及静水流亭琴 欲满江湖 自此 千岛长歌 名传天下 秦和剑的结合 或者说融合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长歌门这样的门派的 那也很适合儒家 或者说儒式文人的这样的定位 剑和琴怎么融合 这是一个很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长歌门剑是属于它的绝招 或者是一些比较灵力的招式 但是呢它轻易不出窍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剑藏在琴中 因此来讲 就引申出了整个长歌门的一个概念 就是剑胆秦心 古琴 亦称姚琴 玉琴 七弦琴 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 寄托超凡脱俗的出世心态 位列中国传统四艺 琴棋书画之首 成为汉文化瑰宝 和世界眼中东方文化的代表象征之一 传统至琴工艺 在唐宋时期到达顶尖水平 分为选材取料 炮制面板 取样开槽 试音 表布 上灰胎 多次打磨 叫音 闭孔 擦漆 水磨 推光等二十几道工序 卓琴大师往往需要数年 甚至数十年 才能打造出一把真正的好琴 琴棋书画 琴为首 它之所以放到第一位 其实也不是说偶然的 因为它确实非常有代表性 中国的文化 儒家 法家 道家 基本上都可以在古琴上 做到很好的呈现 所有的乐器传承到现在 中国唯独古琴没有断过 中国人赋予它的东西 也特别多 我觉得它最大的作用 就是它能够承载 中国文化的能力非常强 中国今年建国是66周年了 那么这66年了 其实大家发现 前30年基本上在搞政治 后面30年在搞经济 那么再后面30年干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回归到文化产业 那么做文化产业各种形式 像天一擎茶是一种形式 做全产业链的 那么也有电影 影视 游戏 你们建网三 也是在从事一个文化产业 和文化事业 也是在通过游戏的形式 来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其实在殊途同归 希望他们能够发展 能够提高 但是有一条要走这路 这个情义 艺术 学术 这些方面 都要按照传统的来 教育方法可以畅行 但是要有效果 对我自己负责 对学生负责 对传统的这个古琴要负责 要实实在在地把古琴传下去 在做强歌的过程中 我们去做了实地考察之外 来讲的话 我们还去访问了 天衣古琴 龙泉住建厂 都给我们提供了 很多宝贵的参考意见 包括了八十多岁高龄的郑老师 也给我们的这个 关于古琴和弹奏这块 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参考 非常谢谢他们 对我们的这些知识 我觉得现在来讲 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的话 可能年轻人已经接触不到 或者他已经并不喜欢了 可能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新的包装方式 然后和一些现在流行的 实际上大家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去把它包装出来 给大家去看 所以说我觉得剑网3 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我们一直想朝这方面去做 那剑网3在音乐 小说 插画 视频 cosplay 和各个领域吧 其实都把这个古装蜂巢 我觉得挺好的散发出去吧 感谢所有同仁作者和可爱的玩家朋友们 剑网3 2015年10月26号 年度资料片 《渐胆秦心》 等你来哟 千岛长歌 相知莫问 纵情江湖 简单 秦心 情恢恒光如是 曾万级好情 千尘兴 福千里之月 因知己诺中 前路风雨飘摇 更新也渐成 我会避掉将 反言之一鸣 等你吹听 美酒精尊 不忘好情 照应天照雄 心千里 深藏功名 慕萍然不信 如流星 仍穿雪鸣 与我下名 我到冬天 南酒店上有白玉境 仙强淡雪 山流成横 肩负唱歌 乘风洒他 一一孤星 福千叶影 等了未看 海燕和清 万里音评书 博下可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